非常感謝這麼多的學者專家 來參與立法院第三次 針對有關於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所召開的公定會 相信各位寶貴的意見 都會記載在立法院公報裡面 供本院權力的委員 還有社會大眾做參考 今天討論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 立法院在行使職權的時候 怎麼樣去防止機密外洩 這當然是一個重要而嚴肅的問題 目前相關的法制上面 剛剛劉書斌老師已經有從法律責任 自律的責任 以及政治的責任三個層面來加以解析 但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觀點是說 在我國立法院行使職權的過程當中 最經常出現的 其實不是機密的洩漏 而是行政機關 自意的 自意的 用機密當作理由 來遮醜 來掩飾違法濫權的事實 讓立法委員沒有辦法有效監督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過去 我接過太多行政機關回覆給我 上面的公文都打一個密字 我那時候就請教他們 請問你們是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 哪一條的規定在上面打密 他說這跟國家機密保護法沒有關係 我們有一個公文書的製作手冊 這個公文書的製作手冊上面 賦予我們行政機關 覺得是機密的時候 可以在上面打一個密 這個叫做一般公務機密 這樣的回覆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我看以實際的例子啊 來說明會比較清楚一點 這是一個什麼函呢 去年的時候 本院上一屆立委 陳婉惠 開始在追蹤有關於台延綠能 所涉及的弊案 在沒有得到經濟部同意之下 前台延綠能的董事長陳啟鈺 他可能因為關係非常的好 他大膽到找了四家民股 來參與台延綠能 那接下來發生了各式各樣神奇的事情 其中包括了裡面有個公司 他是個土開公司 後來專門成為台延綠能 在外面的時候 進行土開作業跟其他店業商合作 一個收入非常豐厚的手套 而那個時候董事長他的家人 還在這個紅灰來工作 其他三個參與的民股 都陸陸續續在台延綠能整個拓展的過程當中 得到非常多的好處 那因此 陳婉會委員他針對這些事情提出質詢了以後 要求我們的經濟部進行調查 經濟部回覆給他一個行政調查報告 在左手邊大家可以看到 當初經濟部回給他的調查報告 上面打一個密字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那個狀況 代表這是秘密 這不能對外洩漏 還有解密的期間 那就讓大家覺得非常的困惑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秘密呢 那但是我是一個念法律的人 行政機關有那個臉皮 在上面打密 那我就尊重 所以我就認了以後 我就再發一個函給經濟部 要求經濟部 就去年所做的那個行政調查報告 在回覆陳婉會委員的報告當中 的那個行政調查報告 請他提供 這個就是右手邊大家看到的公文 我上個前 4月3號拿到這個公文的時候 我仔細的拜讀 上面沒有密了 上面沒有密了 因為上面沒有密了 所以我才秀出來啊 給大家看 那就很奇怪的事情啊 一模一樣的報告 一模一樣的內容 一個有密 一個沒有密 請問標準在哪裡 當一個國會議員 在監督這種濫用國家的資源 圖利自己人的濫世的時候 要進行監督啊 他拿到報告他不能講 因為上面打了一個密 還好我這次拿到的公文 他上面沒有打密 所以我看完了整份報告了以後 我事實上覺得 根本就應該要找經濟部 針對這臭不可聞的弊案 到國會來進行專案報告 這件事情台灣社會沒有什麼人知道 這就是我們現在在立法院進行監督的日常 那第二個狀況 2022年 我們去年的時候 在炒的是巴西的雞蛋 當我開始在追蹤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發現 我們2022年 就開始 在進口雞蛋 我就認了以後 我在2月20號發函 請農業部提供 2022年日本進口雞蛋的補助金額 採購的數量 廠商的名稱 歷次進來的時間跟數量 我從2月20號開始問 問到今天 問到今天 我沒有拿到這些重要的資訊 我沒有拿到這些重要的資訊 我們的農業部告訴我們的是說 這個涉及到廠商的機密 這個就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了 用我們納稅的錢 在前年的時候 去買的雞蛋 國會不能知道 社會大眾也不能知道 你雞蛋是跟誰買的 買了多少錢 都不能知道 這是什麼天大的商業秘密啊 揭露這個廠商的名稱 請問到底是危害了什麼國家安全 請問到底是侵害了什麼營業秘密 用秘密當作藉口 把一切成為黑箱運作 陽光照不進去 立法委員不能問 不能看 的藉口 這個是台灣的民主嗎 這是我們現在的政府 在面對國會監督的時候 應該有的態度嗎 最後 這兩天啊 開始在討論監察院 跟立法院的權責 說在監察院沒有廢職以前 我們不可以去侵害監察院的權責 聽到這樣的論調 又讓我想起來 這件事情 其實在2012年 我們一樣本院 針對立法院 怎麼樣去行使 我們的調查權跟聽證權的時候 非常多的學者 講得很清楚了 特別 是林佐水前委員 我們民進黨的理論大師啊 國會改革的權威者啊 他說講出來的話 正龍乏潰啊 他說 有人認為立法院的調查權 跟監察院行使的調查權有爭議 我認為這完全是 威權體制下 專制政黨誤導社會啊 的一個論點 除了林佐水以外 李俊毅也說啦 調查權本來就是立法院的職權啊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透過修憲改變的時候 我們至少應該要把 國會的調查權 以及實施調查權 會用到的聽證制度啊 給建立起來 這個是在修憲以前 不用修憲費監察院 我們李俊毅委員 就提出這麼精闢的見解 主席站起來了 我必須要結束了 最後借20秒 最後 讓我最敬佩的就是油美女委員 他2012年的時候說得最好 他說啊 當某個政黨執政後 他就不願意充實立法委員的職權 這是12年前 說的話 在2024年的今天 再次敗賭啊 令人陣容發聰啊 非常非常的佩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黃國昌委員 謝謝黃國昌委員 謝謝主義 有請部長 來請部長 好 部長好 2022年啊 我們開始從日本專案進口雞蛋 農委會相關的報告在2022年的時候其實有揭露 那我在2月20號的時候 開始發文啊 跟我們的農業部 那以及專案續廠會 調 2022年 我們日本進口雞蛋 的補助金額 採購的數量跟金額 還有跟哪些廠商啊 採購 到今天為止 我2月20號發文 到今天為止 我沒有得到我需要的資訊 在農業部 回給我的公文當中 3月21號說 沒有簽訂採購合約 3月25號說 部分系以合約執行 所以到底哪一個是對的 我想我第一個先跟委員致歉 就是說因為整個的一個雞蛋的一個執行 是由中央序長會執行的 那我們在第一時間 我們先 中央序長會的董事長現在是哪位 是我們 現在董事長是由我們的 杜文貞次長當代理董事長 所以你們兩位溝通應該沒那麼困難吧 沒有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時間去問中央序長會的時候 他回給我們的說是 所以是你們的次長搞錯是不是 所以我想是應該是在承辦 因為在整個雞蛋的調度的過程中 那本身我們也做了一些 內部的一些行政的一些 一些查核的過程中 那因為承辦人 所以查了半天以後就搞錯 承辦人 所以就後面的 後面的 所以後面才是對的 才是對的 有部分的 我們繼續看 2022年日本專案進口雞蛋到底進了幾櫃 你們回給我的是211櫃 我看去年續長會的決算書是192櫃 哪一個數字才是對的 我們要那個要分兩個部分 因為在111年的時候 當時還沒有開專案進口 是美國日本跟澳洲的部分 那回給你的部分可能是針對日本的部分 所以你看嘛 續長會的決算書 日本後面寫幾櫃 日本後面寫幾櫃 他那邊寫192 那你回給我寫幾櫃 211 所以我問你哪一個 111年的部分 所以我問你哪一個是對的 應該是211 211是包括美國跟澳洲 211是包括美國跟澳洲的部分 那192的部分是日本的部分 來來來來看一下 111年中央續長會與自由基金委託貿易商代理制 日本專案進口雞蛋 即211櫃 寫的是日本 跟你剛剛講的不一樣啊 對 很抱歉喔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了 就是我們在第一時間在回的時候 有時候 所以哪一個是對的 哪一個 澳洲211是包括日本 211是包括日本還有澳洲的部分 這才是對的 你上面的公文不是這樣寫的啊 192是日本 我們現在確定的版本是這樣的 來你右手邊 3月1號農業部回函 請部長看好不好 白紙黑字沒有那麼難閱讀啦 中央續長會以自由基金委託貿易商 至日本專案進口雞蛋 即211櫃 所以你今天告訴我 這個描述是錯誤的 是嗎 根據我們現在最新得到的訊息 這個是錯的 這是兩年前的事情了 我給你們所知 整整超過了一個多月 到我現在 連這麼粗略的資訊都可以搞錯 中央續長會是螺絲掉光了嗎 如果211是對的 那你們去年那個決算書 內容不就虛偽不實 我有說錯嗎 我想在數據上面喔 在資訊上面喔 就是中央續長會可能 承辦人在第一時間提供的資料 可能是有誤的 所以導致說 我們在回安的時候 可能有業務差 那這個部分我想 所以我才問你吧 是行政的疏失 我想 中央續長會是不是螺絲掉光了嘛 我也跟委員報告喔 就是我們在做整個澳洲 就是整個專案進口雞蛋的查核光 的確在續長會在執行面上 有一些必須要去改進的空間 那我們也針對他的監討 我們進入下一個問題 我一直問 你們2022年從日本進口雞蛋 專案進口廠商有哪幾家 結果你們回覆我 說這是商業機密 請問這是什麼商業機密 我們用納稅人的錢去買雞蛋 我說跟哪一些貿易商進 不能夠講 在遮掩什麼 不過我想我們 我們絕對不是遮掩喔 因為相關的這些進口專案合約 因為並不是農業部訂的 是由續長會跟貿易商訂的 那以他們的合約的部分 他們列有相關的保密條款 他保密條款是怎麼寫的 2023年我們可以公告 進口雞蛋的廠商 這是2023年的嘛 全部都公告的嘛 哪一家廠商 進了多少蛋 多少錢 這個是國民有權力知道的 這絕對是國會應該監督的 你們2023年可以公告 結果2022年現在是涉及到什麼 跟哪一個廠商買是涉及到國家機密喔 我跟委員說明喔 在2023年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同意 那我們是一直跟廠商溝通 得到合約雙方同意以後 我們才公告的 所以我問你保密條款 你說你2023年也沒有同意 來來來看一下 看一下 2023年 你們的進口雞蛋合約長這樣對不對 對 對 這個是你們公佈的嘛 是 雙方他們同意我們才公告的 是 沒有錯 你一直在講嘛 所有保密條款嘛 是 按照你們公開的合約 請問保密條款寫在哪裡 請問保密條款寫在哪裡 我所了解我所掌握的訊息 當初本身的合約 不管他有沒有列保密條款 在2023年齁 不管他有沒有列保密條款 一定要經 沒有 就要經過雙方同意才能夠公開 對嘛 你如果有這個合約的規範 我就問你寫在哪裡嗎 就算因為我問過法制齁 就算合約裡面沒有寫的時候 然後那個契約本身是秘密 不是 他要雙方同意以後才能夠公開 我現在在問你說 當契約裡面有保密條款 我是唸法律的人啊 我七月裡面的保密條款 就早了半天 到底寫什麼嘛 來 你把你現在手上的保密條款 唸給大家聽 怎麼寫的 以方因本件買賣而窒息賈方 營業商或標示上物的資訊 情報計畫機密等 其他相關 誰是以方 以方就是 廠商 廠商是以方 誰附有保密義務 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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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念一次 以方因本件買賣窒息賈方的情報 不可以洩漏 誰附有保密義務 明明是以方附有保密義務 我想跟委員 你可以站在國會裡面胡扯喔 沒有 我沒有胡扯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所知道 因為我不是學法律 但是從法務 我們的法務人員 給我的訊息就是 合約不管有沒有寫保密的一個條款 合約要公開的時候 一定要雙方都同意才能夠公開 所以在2023年 誰告訴你啊 這個就是我的問題嘛 合約不管有沒有保密條款 要公開的時候 要兩方都同意 我想我們的法務 可不可以回答 主席站起來了 我尊重主席 你要回答也可以清 好 報告委員 我們行政機關要提供資料 出具原則上要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 所以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第18條的規定 有寫說 政府資訊屬於下例情依之一則 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資 那委員您看一下這個18條的部分裡面來講 有關於第18條的第7款的部分 就是有關於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的秘密 或經營事業有關的資訊 它的公開或提供有侵害法人的權利或競爭地位 我現在的問題就來了 政府資訊公開法絕對不是按照你這樣解釋的 公開這個合約是侵害到那個法人什麼營業秘密啊 你站在國會上面鬼扯喔 黃委員 請息怒齁 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動保法 野保法 所以可能相關的資訊準備的不是那麼充足 是不是能夠讓他們再來跟黃委員報告好不好 那因為我們後面還有很多委員要進行尋答 主席才是了 我等了一個多月 終於有機會諮詢你們 到現在還在胡扯 用政府資訊公開法 前面說有保密條款 被我抓出來以後根本沒有 現在改扯政府資訊公開法 是不是讓他們會後再跟您報告好不好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委員要進行尋答 時間也不早了 謝謝 好我們有請我們副主委 有請林副主委 主委好 委員早安 是 主委請問你貴根幾歲 我滿60還沒有滿61 我還沒有滿61 是過60 我52年次 52年次 跟我差不多 是 所以您的提議很有感 有感 有感 已經到了適用的 適用的 有感的年齡 OK 好 這個我們的新內閣出來 當然 其他幾位有年輕化 但是呢 我們這一個 新的院長 65歲 65歲 那 你覺得他 六十五 你想像65歲 在你們科 科技人當中 你覺得65歲以後要做什麼 65歲應該是相當成熟的一個階段 應該相當成熟 他可以發揮 如果在美國 他事實上沒有退休的 很多到80歲 90歲 我看到諾貝爾講得主很多 所以我們就叫做AI內閣嘛 對不對 不是AI 就是說 就是 有行動跟創新嘛 對不對 65歲以後能夠帶動行動創新 對不對 所以你很認同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國科會規劃的嗎 這是 跨部會 去年的高齡大部分 跨部會 跨部會 但是國科會在主導嘛 對不對 跟 我想是在行政院 這個 我們針對 這個是給幾歲以上的人用的 超高齡 因為他是有加一個超 他有加一個超 就是我想就是可以反映出 上面寫很多 無障礙休息的這個部分 對 應該 我們從超高齡總是有一個定義嘛 我們老人 就65歲吧 是 那你覺得我們現在的那個 卓院長哪一些東西適合他來用 現在很多看起來都不像超高齡 玉力遺足嗎 會不會 高齡之常 你覺得哪一些東西他會用 他需要 他看了以後怦然心動 你有看哪一項 應該沒有 沒有啦 連那個 陳建仁院長也說他都沒有 他都不需要 所以我不曉得你這個東西做給誰用耶 我問過了都沒有人要 但是 這個就主導好 下一個 這就是去年 高齡科技產業策略會議 這國科會主導的 也整合了很多的部會 你們訂出來 不要文字看起來 就是大概就是看到這個圖像 老爺爺跟老奶奶嘛 就是你們在人設設定要給這樣的人用的嘛 對不對 給這樣的人用的 所以呢 為什麼標題一開始講 佐助方向的高齡科技產業嘛 這個非常重要 今天講這個事情實在太重要了 因為你們車子已經開下去了齁 然後呢 我看了今天的這份報告裡面 你們未來科技的一個布局 策略跟布局齁 有關高齡社會的還是只有精準醫療而已齁 其他的都一樣是沒有耶 這個已經講很多次了 你看就像這 大概就是這個嘛 那個 普惠科技 你看他的高齡者的想像的場域 就是醫院養老院藥局嘛 樂齡宅樂齡大學社區 大概就在這些圈子裡面 繞來繞去嘛 你們設想他們未來的生活需要在這個圈子 繞來繞去嘛 我告訴你這裡這些人未來 2030年台灣一般的人超過50歲 2045年一般人超過60歲 整個台灣未來社會就是由這一群人構成耶 這整天在這裡繞來繞去 科技是一種百年大業耶 朝的方向都已經 方向都錯誤了 這個錯誤理由不得了我跟你講 好 所以呢不要講那麼大的 講最近你們已經預定在做的一個計畫 叫做高齡者數位資源獲取平台 是不是國客會也在主導這件事情嗎 和數位部大家來看喔 我看了以後很擔心喔 我看了以後很擔心 你看好 那我們來看啦 就是 數位部做的去年的調查 我們現在有500萬高齡者 這個60歲以上的 僅有87.5萬 在使用 使用網路啦 有一半的人沒有網路的使用 那有一半人 有另外一半的人在使用當中 有三成多 在使用政府的數位資源啦 也就佔整個 如果來只有佔17.5%啦 八十幾%以上沒有在使用 好 那就在已經在使用的當中喔 我們就在想 有這個一半的一半250萬的人在使用 當中只有三成五在使用 那這個要檢討原因 為什麼普及率不高 好另外呢 另外呢 一半的人我們就放棄他嗎 氣之不管嗎 這叫人數位失能 那你有沒有想更多的誘因平台 你現在在規劃這個東西嗎 怎麼吸引他們來投入 我覺得要思考的問題喔 那我們看看你們現在做的 你們現在做出來的這個網 這個高齡學習平台的一個 一個的架構 這個架構看起來就已經很可怕了 因為你的目標照顧有愛高齡無愛 就是哇這個有夠LKK的 目標設定就錯誤啦 他是要美好的第三人生啦 所以你看你們那個架構 就學習資源 然後生活資源就叫老人送餐 叫車服務社交就是引法住宅電信 然後關懷社區關懷據點 就是就是搞這一些啦 真的是這個要拜託喔 這個這個這一個 好 所以呢 基本上我一直在談的齁 就是現在目前我們國科會 我們整個高齡科技 看到的都還是引法需求 這裡還是衝掉一下 你引法就是防射這邊的人設啦 把基本上我想我應該沒有誤解你們啦 你們把物色的然後現在 現在的人真的就是已經進入到壯世代 你才會有感 因為你也是壯世代 所以一聽你一定會覺得你是藍色這一邊的嘛 這些才會讓你心動嘛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喔 這個Maslo的這個人生的價值層次喔 這個我們現在所做的就是低層次的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啦 直到這個連到愛的需求都沒有 上面的所有的需求都沒有 你們都做最低層次的 把過了這個門檻以後什麼 人生什麼都不要 只要生理啊健康跟安全嘛 只有這樣子 科技不能只有指在這裡 科技應該是沒有界限的 不要太自我設限 所以呢 現在勞動部非常的號召壯 是來重返市場喔 那這個是21世紀高齡勞動 是主流 是非常重要 全世界朝這地方講 數位勞動也是主流 那所以如何讓高齡者能夠數位化 這是應該列為國家重大政策嘛 應該是國科會重中之重 非常重 一半人口耶 可是一半人口這一方棄之不管 我不曉得還有什麼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至少啦 其實這個大有大有檢討的必要 回去可不可以重新來思考這個架構 因為照這個架構走下去 我覺得真的是完蛋了 國家就完蛋了 所以現在國科文業上次 我就有跟我們主委有提出 你們願意做這個需求調查嘛 正在進行中啦 但是呢 是不是把這個勞動 因為勞動部署在談這個再就業 那高齡者要進入這個數位就業 他所需要具備的能力 到底有哪些需求 包括資源整合 至少這個要先擺進來 可不可以 是可以 我們就在積極的富能這個部分要加強 在積極的富能這個部分要加強 對對對 所以就把勞動部 把勞動部最基本的 其實其他方面 當然都有應該要再更多 但是至少把勞動部 現在已經提出所需要的 勞動者高齡者的勞動的數位富能 這一點至少要加進來 是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然後 OK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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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部長 委員長 我們會見快 一月快人民納稅錢 結果三月多 是 我了解 好不好 不過我請教一下 我看這個數字怪怪 你給我的資料 你說進口雞蛋的這個 堆肥的再 堆肥化再利用 你會保證 三千三百五十萬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筆錢是之前 一直沒有出現的 你給我是什麼 運輸的費用要用掉九百八十萬 八十萬 對 所以就是農業部這邊 因為去年沒有完成 本來是說去年底對不對 對 所以已經都花了四千三百三十萬 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說 我們把雞蛋 就是當作堆肥 這個需要一些成本 這三千幾萬 另外把從倉庫 倉庫的地點 運到堆肥廠 這個是九百多萬 所以它不是說 額外增加的 就是說這些 這些過期雞蛋 要去做堆肥的 必要的一個成本 喔 保證的我知道 你意思就是說 你本來要把它銷毀 本來就會用到這筆錢 對 那目前看起來 有一筆錢是你之前給我資料 你不是隱瞞喔 是漏掉是不是 是哪 媒體出來出 八千萬的倉庫費用 八千萬的倉庫費用是 古年全年度有沒有 我們從二月進口以後 有沒有 這些每一批的進口 放到倉庫 然後倉庫去調度到席旋廠 這所有的 整年度的倉庫費用 不是報廢雞蛋的倉庫費用 這沒有辦法拆開的 我看你之前記者告訴他 就是說 這是今年的費用 我們把它理清楚 你剛剛講的是說 是進來以後 從去年開始 去年開始 進來以後的雞蛋 因為它不同批進來嘛 一億五千多萬顆進來 都會放在那個倉庫的地點 然後再調度 到席旋廠 那整年度下來的 這個倉庫費用 所以是那幾年的 日月到 到目前為止還是到幾年底 到幾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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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現在又繞到一遍了 繞了一筆對不對 那今年因為消費的速度 因為今年現在還沒有 就是今年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到 整個的 一般我們在算經費的時候 都用年度來算 那今年因為還有一些 庫存蛋也還沒有賣完嘛 然後還有一些 報費要去堆肥的 也還沒有處理完 所以這個部分的經費 是還沒有統計 實際的經費 我們很清楚跟民眾講 就從去年的 二月份 一直到去年年底 用了八千四百萬的倉庫費用 對不對 對大概八千四百萬 後來有流標 所以你這個速度 今年又有新的這個倉庫費用 對不對 早些你把這個今年 算出來給我 好不好 對 今年的可能沒有辦法馬上 因為這個沿路 事實上我們人民納稅錢 又增加了一部分了 好不好 我要跟委員報告 我們 當初在去年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當作庫存 當作緊急 當我們國內需要蛋品的時候 的一個庫存 所以那個庫存 也是當作一個 糧食安全的儲備的 一個必要的成本 他跟報費的 因為在同一個倉庫系統裡面 沒有辦法去拆開來 所以沒有辦法說 今年度的倉庫費用 就是浪費的 因為他要保存一些庫存的部分 沒有啦 保長 你本來你價位 去年底就是要完成銷毀 對不對 對 那你流標 你今年這個當然是多出來的 對 這個是多出來 我要肯定你最近有加速 可是你現在不能夠去辯解說 你因為你延誤了 多發了這個費用 好不好 你把它算出來 今年到 為今年的元旦到 你最後銷毀 你花了多少倉庫的錢 這個要給本席好不好 他要跟民眾講 我如果能夠拆得出來 我會盡量把它拆出來 我會跟序長 因為序長會提供資料給我們 不是啦 新的耶 保長 這是新的啊 你說的8400萬是既的嘛 對不對 到過年底嘛 我了解 這不用拆啊 沒有 因為他還有 還有一些庫存的 就是沒有過期庫存的 在同一個倉庫裡面 你要拆出過期的 你整理一下 反正要跟民眾 這是民主民高 一定要清楚 我了解 而且 我可以再讓你回憶一個數目字 你去年底 開機家回憶 說整個這個銷毀過程要花多少錢 2月5 對不對 那目前我看到 你給我的4300萬再加這8000多 也才1億多啊 你另外的錢在哪裡 沒有隱瞞齁 你到底要用到 這個銷毀這個雞蛋 到底要用到多少錢 兩億五嗎 我想大的 因為續展會提供的資料 跟我所了解的 就是 雞蛋政府在補貼的時候 是用價差補貼 就是說 過兩月禮拜以後 他過年也會買出去 買出去的價差 價差是我們 不好意思 時間有限 我整理一下 所以現在幾個費用 要跟民眾講清楚了 因為我們流標 所以今年多的倉庫費用 冷凍費用 第一個你要跟民眾講清楚 第二個 是不是真的要用到兩億五 這個也要清楚 另外我給你講一個重點 你昨天 記者會你在講說 農業部 補助了4100萬的倉庫費用 對不對 你另外說是中央續展會 所以不算你的 中央續展會 我們看他的儀算 中央續展會 我看這個預算書 一百十二年 八十九點六啊 他差不多九十八都是你補助的錢 所以將近這八千多萬 也是人民的納稅錢 是不是這樣 沒有 他整個資金 因為當初續展會成立的時候 是由他其他不同的單位去共同捐的 對啦 部長在吃東西 我知道 問題是你從預算書看起來 他的錢就是 百分之九十都是輸入 你看 我們算一下 現在最重要的 我們看一下這張圖 這五點六億的這個蛋的這個 產蛋的教訓 我們到底學到什麼 本席去算了一下 你看 從進口進來的時候 巴西蛋 一顆平均大概八點 八塊錢 你看 買蛋 後來壞掉的 過期的 沒有用的 人民損失的納稅錢 就四億三千五百四十八萬了 另外加上我們剛剛一直在談的 這個 銷毀這個費用 三千三百多萬 加上運輸的九百多萬 再加上你剛剛講的八千四百萬 你看 一個錯誤的政策 五億六千兩百七十八億 七十八萬 多慘痛一個經驗 不過我要跟委員說明 你已經得到什麼交勁 抱歉喔 部長我講一下 我知道你們可能當初也有他的好意啦 馬姑裡面 你看 導致了什麼結果 農業部長已經下台對不對 中央市場會 主委也下台了 我現在不是要追你責任 我說你至少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速度加快 把這個錢省更多 好不好 這是一個 然後第一個要好好想一想 這個裡面到底得到 怎麼一個教訓 例如說 你琴色跟那個 雞色的整個改良 我去看你們這個補助標準 最多大概一千萬嘛 你當初如果不是用進口雞蛋 多去改良一下 都去改善我們這個琴色 琴色的這個補助 有好幾百家可以得到你的幫助耶 讓我們的這個蛋的生產 就更穩定對不對 我們當初 進口雞蛋跟琴色的改良是同步化 所以我們國內的雞蛋的賦養率 也非常快 抱歉我最後問一個 我上次質詢的時候我特別強調 要讓所有民眾可以安心 所以這個過程 銷毀的過程要公開透明 有 絕對有第三方 包括縣市政府 還有相關的 我們自己的政風也有參加 而且我們每一批都有錄影 有榮壓出來齁 都有榮壓 到時候民眾要讓民眾安心 對我們絕對 那時候我承諾說 我們從出艙以後到堆維廠 我們一定有第三方去監督 而且會有錄影 我們都有做到 所以部長 第一個盡快 好不好 再加速 人民的納稅 大概4月下前就會結束 一個過程要公開透明 好不好 那下個禮拜我們會安排再去看看 你們現在還有多少東西在冷凍庫 好不好 好 謝謝部長 所以我當然要幫立法院多講一些話 那我覺得呢 今天 其實從昨天和今天 還有上個禮拜的公聽會 我大概拜讀大家的意見 我覺得 有三個可能隱藏的假設就是 我覺得我是打問號 第一個就是 大家認為說立法院有的調查權 代表立法院的擴權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疑問 第二個 立法院有的調查權 就會跟其他權力機關 像監察院啊 司法院或行政院的調查 的一些東西會有衝突 第三個就是 好像只有立法院在行使調查權 會出現泄密的問題 會出現侵犯營業秘密的問題 是嗎 我一次只有這三個問題進行回答 就是說 其實 今天當然大家很多學都知道 會有這個 立法院聽證調查的這個公聽會 會在討論這個議題就是 顯然就是行政立法不一致 的一個政治現實的結果 其實國內研究政治 或憲政的學也都知道 我們國內沒有人會認為立法權很大的 都會認為行政權獨大 尤其我們憲政實際運作上面 大家都會擔心總統的權力非常大 沒有人擔心立法院的權力會 但是一談到 要賦予立法院一個調查權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立法院要擴權了 其實我們應該把焦點回來 我們要如何制衡或監督一個 已經權力非常大的行政機關 讓立法院有足夠的工具 而不是 其實我總是聽到人家說 哎呀我們立法院是行政院的立法局 請問各位有聽過 人家說這個行政院是立法院的行政執行處 或執行處 從來在國內的學者是沒有這樣講 所以兩院的權力的失衡 其實現在是我們更擔心 其實我不擔心給立法院更大的權力 而且這個所謂調查聽證權是一個 輔助性的權力 我們並沒有在憲法上 另外增設給立法院其他的權力 沒有 他只是透過這個輔助性的工具呢 能夠讓他原來的職權行使得更完善 那目的呢 立法院的目的不是在監督民眾 是在監督行政官員 監督政府 所以什麼 所以我說這些 有很多擔心會 我們會侵犯民眾權益 這有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覺得可能 把立法院的威脅性想得太大 其實立法院沒有那麼恐怖 加上所謂的聽證調查 你看 585講 聽證調查要發動 要院會同意 院會都要什麼 至少二分之一 如果像剛才很多學者講的 未來如果我們行政立法繼續合一 我現在就算立法院調查員 法制化以後有發動的機會嗎 我覺得非常低 而且 所有立法院對於 違反強制的那個 罰還的裁罰 也要院會同意 他可不是一個調查委員會 主席或者是幾個委員 他投票就可以通過 就可以裁罰民眾 也沒有 那所以 另外再進一步講到 要藐視國會 那同樣 那可能是由立法院院會 會 通過決議後 送給司法機關進行 因為立法院也不是 他不能自己升堂審判嘛 他畢竟不是法院啊 那還是交給司法機關來處理 所以立法院權力 要與其比起立法院對人民職業侵害性 行政權絕對遠遠更大 而且更直接 這個才是我們做一個民意機關 必須要強化自己權力 限制要限制要監督一個過大行政權 應該要做的 第二個就是說 立法院 講到立法院調查權 就會跟其他院的調查權 會發生衝突 其實不一定 其實行政院有行政院調查權嘛 大家都 行政機關在座的都知道 我基金管會 我可以去調查 我衛福部 食安什麼調查 環保 甚至什麼 涉及營業秘密 我要給一個藥證 我給一個科技的這個專利 他直接就 直接他可以 他可以了解到 這個所謂什麼營業秘密 或民間的問題 那立法院呢 這個我覺得這個 有關這個行政院的這個 直接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立法院 他其實 比較間接啦 那 我覺得如果立法院 你們擔心會出現問題 難道行政院 行政機關都不會發生 其實往往都會發生 那我在第三點再講 第二點就是說 大家擔心權限衝突 我剛剛有點跳跳跳跳 有關行政權限衝突 其實國會的調查權 行政院有調查權 司法院有調查權 衝突怎麼辦 沒關係嘛我們就先run 事實上美國的總統的行政特權 國家機密特權 和國會調查權 他也不是憲法規範 是一次一次全力互相對抗之後 那個界線才透過司法裁判 慢慢越把那個界線 越來越疏離清楚 他不是一下就掉下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立法 我們先做 那有些東西其實大法官已經做了很多解釋了 包括585號 要不是沒有 要不是那時候國會是藍 泛藍的比較多 他不會有真調會條例 也不會因為 直接貶政府他用585號去申請解釋視線 然後來對抗 然後做出585號解釋 講出了調查權 627號一樣啊 司法院 司法在審判這個總統機密特權的時候 發生衝突了 他們可以請大法官做解釋啊 他就把那個所謂總統機密特權 他司法所謂 能不能觸碰到總統機密特權 到底界線在哪裡 他會越畫越清楚 其實國會調查權一樣 我們就大膽給他嘛 給他之後他跟其他權限 跟監察權 跟這個司法權有什麼衝突的地方 我們有衝突可以救濟啊 立法院也可以提請 申請現在叫做憲法裁判 我們透過一次一次的憲法裁判 我們會把權力的界線 慢慢畫清楚 我們不需要就是說 自己啊 現在就自己怕東怕西的啊 這果足不前啊 585要通過20年了嘛 大家都說 因為我怕這個會侵權 我怕侵犯別的權力 所以我就不行死 這個有點陰噎廢死 你就把它行死 那當然不是說亂行死這個權力 因為立法院畢竟是合一之機關 他行這個權力的時候 他慢慢有 有權力衝突的時候 我們透過司法途徑 或透過協商建立慣例 這是大法官指示的方向 甚至總統的願跡調解權也可以出來 那回到今天的提綱的部分 有關國家機密特選 就我剛才有稍微提到 行政機關會碰到的 或法院在審判會碰到機密案件 怎麼辦怎麼處理 立法院也會碰到 怎麼處理 立法院就比照行政機關嘛 比照司法 就法院他怎麼審理機密案件 怎麼會不能處理呢 我們包括大家會擔心說 我立法院現在洩密的問題 其實我們刑法 刑法很多洩密的規定 132條 獨職罪有洩密的 刑法的318條 一樣國防以外洩漏國防以外機密 立法委員是有言論的免責權在院內 他可能沒有刑事豁免權欸 你要洩漏國防機密或國防以外的機密 他當然是可以追究責任 包括營業秘密同樣也是如此 也就是說 我倒不擔心只會立法院洩密 會不會有沒有追究的 其實唯一的問題就在立法院助理的部分 因為有關刑法適用對象 公務員 廣義公務員 立法委員 立法院的職員都沒有問題 但是唯一就是立法院的助理 這個部分可能要補充規範 另外講到就是國家機密 就是剛才講到的這個部分 而且我們家國家機密保護法 立法院也有立法院處理機密的規範 法院怎麼樣審理機密案件 監察院怎麼樣調查機密案件 懲戒法院怎麼樣審理機密案件 他都有他的程序 但是我查了一下就是監察院在辦理 這個有關這種機密保護 他有另外定義的作業辦法 這是國家機密保護法要監察院 立法院和施法院都要定的 各級法院其實也有定 立法院沒有 立法院本來就閃見在 今天附的資料也有 職權行事法案 立法院 組織法院 都有一些所謂機密運作規定的規範 也就是說 行政機關不能拿著機密 就可以豁免監督喔 這是機密不是不能觸碰的 機密是對於不能知道的人才叫機密 對於我本來就有權審理或處理這個案件的人 像法官他處理機密案件 當然可以啊 那對他講不是 他只是必須第一個要 要用特殊程序 要遵守保密規範 保密規範也要違反他現在有 現在其實刑法都有處罰規定 國家機密保護法也有處罰規定 如果立法院怕把它搬進來 通通搬過來用也可以 那行政機關怎麼樣防備的 像這個保密注意辦法 一樣搬進來用啊 就是說行政機關能用 法院能用的 立法院通通也可以用 同樣碰到機密 人家能解決為什麼立法院就不能解決 我們就要擔心立法院不能解決 洩密的問題 然後要另外做局 另外就是說你不能行使這個權利 我覺得這樣是 這就太過頭了 第三有關私人部門 我同意有些很多教授講 在觸碰到私人領域的部分 確實很有爭議 但是我覺得 如果第一部分我們謹慎一點啦 我是覺得 立法院調查權初步 這個行使調查權規範應該是 中央政府 部隊 國營事業 政府捐助的法人喔 還有至少和政府有巨額採購的廠商 依照政府採購法這些規定 跟這個 他雖然是私人現在 跟牽涉政府有巨額採購 他該不該接受監督 我覺得應該接受監督啦 他雖然是私人 我覺得第一步可以把它這樣 因為我們當然很怕立法院 有可能會濫用職權啊 隨便問企業啊 叫什麼台商的 或媒體固竹來修理 我覺得這個 當然會有 大家會有這個疑慮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 這給我30秒先 不好意思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是 第一部分可以謹慎一點 然後我們再慢慢 運作更成熟之後 我們再慢慢泛寬都沒有關係 第二個大概就是 從政府採購法 再來就是那個 最後就是 其實有關那個 剛才講到就是私人營業秘密的問題 你看那個政府資訊公開法 我們政府資訊公開 對個人隱私啊 個人秘密啊 還有公司的秘密啊 他都說 什麼樣 他不是說都不能公開喔 他凡是牽涉到重大公益的時候 牽涉到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還有他個人同意的情況下 政府是要公開的耶 政府對民眾尚且如此 政府對立法院的要求 立法院本來就有監督行政的職責 立法院要求他可以 他為什麼 他這樣拒絕不是很奇怪 對民眾都可以公開了 但是這 這關鍵就在於要跟公益有重大的關係 而且要牽涉人民生命身體財產 有重大的關聯性 我覺得這個 這個應該要注意 那最後就是說 最後做個小結論就是說 我覺得國會在立法院看好像 讓我感覺像什麼 現在有點像那個社工浩龍 你就寫那個夜工浩龍 以前我們看了20年30年 國會在追求調查權 大家覺得哇 調查權是龍耶 我追求啊 今天有機會掉在這裡 大家有機會把它立法 結果有各種理由說 國會不能行使這個權力 真的龍出現 有機會出現的時候 大家看到反而害怕他 我覺得這個 這個心態可能要 也是要做一點調整 我今天報告到這邊 謝謝